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表示OMG打的就是一亿精锐 与此同时 王伟臣也是公布了GDG这一亿天价阵容的薪资分配 首先薪资最高的是这个赛季加盟GDG的Night 个人薪资达到了3000万元 当然了 作为目前LPL新生代国产中单中的佼佼者 虽说Night的比赛风格有些偏向Rank 但Night的个人实力的确是实打实的 而再加上Night还很年轻 所以Night成为了LPL新资最高的选手之一 也并不奇怪了 不过可惜的是 目前在GDG的Night 并没有能够达出于3000万匹配的表现 他比较薄弱的支援能力 依旧没有能够在GDG得到很好的改善 接下来 新资排在第二的则是打野选手Kanavi 以及ADC选手Ruler 都是2000万的新资 打野选手Kanavi毫无疑问是GDG的核心 因为GDG曾一度使用野核体系打入了全球总决赛 Kanavi的2000万新资的确是合情合理 至于Ruler的话 虽然是一名老将 但是在2022赛季的LCK 他毫无疑问是独一党的存在 2000万的新资能够加盟GDG 也同样在情理之中 GDG新资排在第三的就是369 事实上在2022赛季的时候 369还并未获得如此高的薪资 但通过一个赛季的努力 369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也让他成为了目前LPL 最炙手可热的国产上单选手之一 所以369能够有着1500万的身价 也是他应得的 同样合情合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1500万可能还低了一些 排在第四的并不是选手 而是主教练红米 红米加盟GDG后 GDG发生了变化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特别是在2022赛季 369在红米的指导下 发生了蜕变 而GDG更是创造了队市 世界赛最好的成绩 这1000万的薪资 也的确符合红米教练 目前的身价 因为他的确算得上是 目前LPL最顶尖的教练之一 至于辅助选手Missing的话 薪资是500万 虽说在GDG这支队伍中 500万的薪资似乎有些低 但放眼整个LPL的话 Missing的500万薪资 也是在中上游的水准了 最后从GDG的整体薪资来看 其实除了Night 还没有打出 余3000万薪资匹配的表现之外 其余选手以及教练 目前的表现 还是与薪资有所匹配的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之前曾经和观众们 分享了关于LPL官方解说 957的爆料 是关于GD的 解说GD去年是没有解说世界赛 今年春季赛也一直没有回归 观众都认为 他可能要选择辞职了 而今天 GD的辞职视频是被公开了 他亲自录制了一个视频 说明了自己离职的原因 去年解说GD 在赛场内外 都出现了一些 让观众们诟病的点 但大多数观众 批评GD的主要原因 是他巅峰期的解说水准极高 但最近两年出现退步 观众对GD的期待更高 表现不好的情况下 也会指明出来 希望GD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但结果是无法做到 GD发布的离职视频被公开 在视频中 GD表示自己 是一个非常需要目标的人 碰到一件事 要么就不做 要做的话 就努力做到100分 GD坦言自己 一开始是要做职业选手的 因为年龄大无法实现 后来 在选择职业教练和解说中 选择了解说 当解说之后 GD表示 自己的目标 是想要看到华人队伍夺冠 LPL拿下三冠之后 GD坦言 自己失去了目标 在最近两年 都没有找到目标 结果就导致这两年 GD过得比较挣扎 因为缺乏自律能力 加上生活紊乱等等 导致身体出现了很多 亚健康的症状 GD过得非常挣扎的情况下 整个人进入一个负面循环 去年 GD自认为 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 可以让观众 有良好观赛体验的能力的一个解说 所以选择和LPL管理请假 并且和管理表示 自己休息后 如果选择回来 证明他已经百分百准备好了 但结果是 GD没有找到目标 也没有找到继续在解说行业 前行的动力 最后还是选择递交辞成 不再做解说了 解释了离职原因之后 GD开始向观众道歉 首先是GD去年 整体的一个新生状态 都非常差 解说的过程中 出现了醒鼻涕 清嗓子等情况 还有就是在直播间和弹幕兑现 做出了这些错误的行为 为此感到抱歉 然后是向那些一直以来 支持他 并且期待他 能够重回赛场的观众们道歉 自己没能回应观众们的期待 没能做到更好 最后GD感谢了英雄联盟 能在他一世无成的年纪 让他勇往直前 成为一名召唤师和解说 也希望观众们能够GD 曾有一个名叫GD的解说 个人认为 LPL官方在年底颁奖典礼的 奖项设定上 存在很大问题 在解说这一块 只有一个最受欢迎解说奖项 正确的做法 是将这个奖项取缔 换成最佳解说 或者说新增一个最佳解说的奖项 同时让观众票选最受欢迎解说 主持人也是一样 在LPL的舞台上 有很多优秀的解说和主持人 其实都没有那么高的人气 包括解说GD 还有主持人刘航等等 都拥有很强的能力 但很遗憾 他们的努力无法帮助他们 获得奖项上的认可 很多观众对GD这个解说 都是又爱又恨 这两年GD确实有了很多黑点 而且水平在不断下滑 但不可否认GD在巅峰时期的水准 尤其是刚来LPL的那几年 是有拿最佳解说的能力的 但苦于自己人气意志不高 投票这一块赢不了 观众们印象最深的 应该还是解说GD 在S7时候的解说词 那一年是GD的巅峰 没有拿到奖项 这是GD的遗憾 也是很多观众的遗憾 未来GD应该会入选LPL的名人堂 或许只有这个奖项 能让GD的和观众们的心里 有些许的安慰 也许有一天 我说也许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对英雄联盟 电子经济失去了信心 因为韩国的载质 在今日为止都还在持续 但我觉得不是今天 而且也许有一天 这些我们所乐爱的选手 他们没有办法再坚持在舞台上了 但也不是今天 今天RNG一血奋战 来赢在SKD的决胜局 我们准备进入召唤之峡谷 RNG 加油 RNG 加油 拉翔哥蹲在一个眼上 翔哥快走啊 拖了一下眼 一个大招踢走 还有闪现在等 加里奥总闻 闪现草丛 翔哥 这里一个边扬 给了一个对策的大招 闪现到草丛里面 拖了眼 翔哥 EQ 巧到被人变成小动物 香果死了 SKD给一个大招 小狗绞了一个闪现 SKD拉回来 那个后面的宝石也被处理掉了 只剩下两个人 NAR已经黏上来 黏到小狗身上 小狗倒了 小狗倒了 这个位置回身 阿P来了 在这边要小心一点 没闪现的 但回身 他做大招 阿P 你几时秀啊 这位置追着你最后一郎头 天不声乐赛 LPL上等 问古炉长燕 这一波一袖儿 这个伤害没看懂 没看懂 阿P没有想到 他全身都是魔法抗性 check in 都 Dpl了 我的天 大招 大招 戴一带三尺剑 力不是之志 这一波又拿两个人头 I George 已经把20分钟前的局面 基本稳定住了 射际 G的牛头 倒在了在光 XD 这一波前面 就是要洗 800拳 看一下搭配的血量很低 往后拉 O 可以当然 大光关 我贏了都不厉害 翻过这座山 他们就会听到你的故事 不管故事的结局 IG加油 LPL最后的希望 亚洲的最后排面 IG加油 最长的路也有尽头 最长的一个黑夜也能赢来移民 不破不力的骑士 EDG 在今天他们击败了DK 阻止了LCK的未免 也为LPL重新 重返到第一赛区 现在世界聚焦于你们 EDG 宝贝吧 3 2 1 宝贝吧 我们是冠军 EDG救命